我叫卡文,来自乌兹别克斯兰,在南京邮电大学,海外教育学院赌工商管理。 2018年,我第一次到中国,在四川学习中文。 一眨眼,我在中国学习生活已经五年了。 作为一带一路攻减国家,乌兹别克斯坦来中国留学的学生不少。 现在中国发展得很快,我们希望在这里学习知识,学称号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。 2022年,我和同学们在第四节外教师北,传过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, 在全国中决赛中,得到有益烛桥的好成绩。 参赛的清津剧《乌兹别克斯坦小伙的春天》里, 要我来到中国后的学习生活经历。 我和同学们一起学汉语书法。 学用筷子,学功夫,找中国朋友,还挑起了广场物,慢慢适应了新环境。 在四川市,朋友们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年。 在南游,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过春节。 中国的春节特别有意思。 我喜欢借热礼,这种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聚会的风味。 我爱中国的美食。 火锅烤鸭都很好吃。 现在我和同学们经常一起酸火锅。 目前,中国一通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, 签署200亿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。 连接中国和中亚地区的铁路项目正在设施。 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正在规划我的家人做生意。 我想后面各国的贸易往来会更加方便。 家里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好。 在南京和四川求学的这几年, 我了解了不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。 我知道中国一直在做和平发展道路。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产业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我们国家需要中国这样值得信赖的伙伴来实现合作光明。